Hello, 北基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剛剛新鮮滾熱 就是聯合國出的一個報告 全球幸福指數排行榜 World Happiness Report 聯合國自己出的 沒有花沒有假 在2023年3月21日 正式 announced 全球幸福指數排名榜 2023年出現 有一個地區已經是六年 蟬聯第一 即是說他很幸福 為什麼呢? 別人問你幸福嗎? 你如果真的覺得很幸福 你就回答我很幸福 但是現在全球都出現了 疫情 現在是後疫情時代 有戰亂 有天災有人和 還有不少陷於經濟陰霾 還有很多處於不同的苦難 大家會體會到 喂! 在這幾年其實大家都會 很辛苦的 甚至有些陌生人 都會有時候幫忙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要共渡時間 這麼巧 聯合國就出了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說什麼呢? 其實是很嚴重的 還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聽清楚了 全球幸福指數排名就是 由很多個國家 不用說了 多個地區收集 根據人均GDP 預期壽命 社會支持度 經濟等因素評估 全球十大 先說一下 第一 六年都是他 芬蘭 跟著丹麥 冰島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第四那個 升了很多位 由第九升上來 叫做以色列 我真的看到 以色列都這麼幸福 荷蘭第五 瑞典第六 拿威第七 瑞士第八 剛剛 明年他沒有那麼幸福 因為金融出現問題 第九 盧森堡 第十 新西蘭 喂 首十位 全部都是 大部分都是崩歐國家 亞洲國家有個新西蘭 沒有了 但是有個以色列那一刻特別 遲些再跟你說 首十位當中 芬蘭已經六年 禪聯第一 第二三位分別是丹麥 和冰島 和這個2022年 是一樣的 但是呢 以色列又鬥九位 就有一個彎道超車 超了上去 其他我們怎麼都要看看 這些不是很熟悉的 是不是 喂 先看看熟悉的 不要說那麼多 好不好 喂 再看下去 比較華人熟悉的 看著 全球幸福指數排名 澳洲十二 和西西蘭就是叮噹馬頭 加拿大十三 美國排到十五 英國第十九 法國二十一 喂 都沒有我們熟悉的 亞洲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他第一 又是他第一 二十五 但是重點是台灣都去得很快 二十七 日本 四十七 有個距離了 馬來西亞 五十五 泰國六十 中國 竟然六十四 還沒看到香港 還沒看到我們香港 大不大 簡直是大 菲律賓七十六 而香港 去年的排名 再跌 喂 有沒有搞錯 跌了多少 比前年排名 跌了四位 2022年 只是八十一 而2023 再跌一 今年是八十二 比中國還差 喂 難怪我們香港人 為什麼說大什麼 就是我們很不幸福 如果我們幸福 沒理由八十幾 亞洲各國東盟 喂 喂 你數一下 不要給新加坡 人家新加坡是亞洲第一 你看看 日本四十七 馬來西亞都要輸 五十五 台灣二十七 泰國六十 輸給中國 活該吧 喂 有沒有搞錯 六十四 要反省 菲律賓都要輸 七十六 喂 原來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如果台灣 不是說屬於 喂 中國的一部分 它一定 研究報告說會想實惠 哇 真是你想想 台灣的人現在幸福到媽媽都不認得 拍住亞洲最幸福的地方 新加坡 新加坡就沒話說了 大哥 大家要看一下這些report 這些report 為什麼重要呢 真的反映到不同的情況 喂 這個是實際的數字來的 香港 幸福嗎 保證告訴大家 不幸福 為什麼呢 82位 全世界只有百多個國家 你去到82位 還跟別人說 就是說 舞台中之舞台 亞洲中之亞洲 背靠祖國 喂 聯通世界 你都不幸福 搞什麼 剛剛 香港的官員 看看report 看看要怎麼應對 繼續回來 筆記道會 跟大家說 為什麼以色列這麼厲害 多謝各位